明天晚上的社會話題 發生在高雄 高雄警方在巡邏的時候 發現了這輛轎車掉進水溝 副駕駛座的女子說車子是他開的 可是你知道嗎 在後座出現這名男子喝得酩酊大醉 拖鞋還遺留在駕駛座 所以警方懷疑說是他開的車 而且還酒駕 於是乎其實在盤問他的過程當中 這名男子突然之間惱羞 甚至情緒失控 咆哮 推倒圓警 被辣椒水壓制逮捕 圓警巡邏經過大寮區 大同捷移出巷口時 發現一台轎車疑似掉落水溝 上前盤查一名女子卻是 重複駕駛座下車 警方打開車門一看 才發現後座坐著一名男子疑似酒醉 拖鞋卻還留在駕駛座 懷疑他疑似酒駕 盤查過程中 這名蔡西男子不斷對警咆哮 甚至試圖推倒圓警 他不滿圓警持續用閃燈罩他 情緒越來越激動 眼看情況快無法控制 圓警於是激出辣椒水 也向警方表達抱歉之意 記者綜合報導 搭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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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